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密封财富早报 今天是2022年的2月23日 我是助理分析师Ruby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头条要文 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地区 标普500指数回调1% 美股周二震荡下跌 随着东欧紧张局势升级 三大股票指数均进入回调区间 随着投资者对俄罗斯 向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派兵的影响 进行消化 俄罗斯股市收跌1% 创下4个月多来最低的水平 标准普普500指数下跌44.11点 或1%以4304.76点收盘 比1月3日的高点下跌了10%以上 这是自2020年2月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修正 下面看一下今日 S&P的涨跌幅排行榜 涨幅榜前三名分别为 KHC是食物供应商 今日上涨了5% MDT是医疗设备商 今日上涨了3.1% 以及CER是一家建材商 今日上涨了2.7% 跌幅榜前三名分别为 加德宝HD是一家家装销售公司 今日下跌了近9% BBY是一家零售商 下跌了7.3% 以及TSCO是一个房地产REIT 今日下跌了6.5% 油价接近每桶100美元 因俄乌战争威胁 石油 天然气和农产品价格上涨 因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 有可能扰乱东欧自然资源流上世界市场 国际能量市场基准 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.45美元 收于96.84美元 涨幅1.5% 早些时候还攀升至每桶99.5美元 为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涅价创10年新高 因俄罗斯供给的不确定性 涅价自2011年以来 首次升至每吨2.5万美元 延续了全球库存不断减少 以及有关乌克兰紧张局势 可能扰乱主要生产过俄罗斯供应的 担忧推动的涨势 这种用于不锈钢和可充电电池的金属价格 上涨了3.2% 至每吨25,135美元 它是今年轮胶所表现最好的起火 下面播报记者简讯 加德堡股价自2020年以来跌幅最大 利润率令投资者恐慌 加德堡股价周二创下近两年来的最大跌幅 此前由于供应链投资和成本上升 该公司的第四季度盈利不及华尔街预期 煤西百货的收入超过了预期 表示不会剥离其电商业务 煤西百货公布了其第四季度的收益 以及销售额均超过了分析师预期 并表示一项战略评估 促使该销售商加快了扭亏为盈的计划 汇丰银行利润飙升 但中国房地产市场重挫改行 汇丰银行公布了自2018年以来最高的年度净利润 并表示利润上升可能会提高未来的回报 尽管这家银行业巨头 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压力可能带来的影响提出了指控 房价增速在过去一年创纪录 2021年由于低抵押贷款利率 促使购房者为数量有限的代售房屋展开激烈竞争 房屋价格涨幅至创纪录水平 最后我们看到大宗商品市场 原油的价格为91.6美元 当日下跌了0.42% 天然气的价格为4.49美元 当日上涨了1.4% 幼价没有变化 收于44.05美元 煤炭的价格为236.5美元 上涨了1.13% 黄金的价格为1898.14美元 下跌了0.39% 铜的价格为4.51美元 上涨了0.67% 铁矿石的价格收于136.66美元 下跌了3.2% 以下是本日的信息来源 蜜蜂财富 智慧理财全球精选 私人定制家业长薪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